這次是中國正式第一次用自己的國家力量去反制美國 也提到出口打擊的目標是什麼 中國這個手法我覺得特別好 美國現在是用他們的法律去干預本港事務 中國一樣可以用自身的法律去干預美國 那又行不行呢? 我凍結了全美國人的不同的戶口資金在中國行不行呢? 這些東西算不算反制呢? 只是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 但是中國沒有這樣做 因為他覺得這種行為不道義 所以中國現在反制的做法 是針對那些明年上拿資金去支持 而這次香港的活動事件裡面這些機構 特首見記者的時候也說了 是會依法按照外交部中央的要求 去配合和跟進國家的反制措施 這些這麼好的機構 全球每一個國家出事之前都有他們的影子 在那個地方 因為我都不覺得 有給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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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活動的 我們有一些活動的